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棒的音乐节,青岛凤凰音乐节。 说到凤凰音乐节,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拥有海量粉丝的音乐盛演,今年的阵容更加豪华强大,有刘德华、周深等众多十力派歌手加盟,这次他们将在青岛的大山里留下难忘的记忆。 刘德华是众多华语歌手中的大佬,他的每次演出总是吸引着无数粉丝的热情追捧,而周深更是一位备受音乐爱好者喜爱的90后歌手,他的寻专辑更是引发了强烈的反响。 这次两位歌手的加盟,无疑将会在凤凰音乐节上掀起一波波的狂欢,让人期待不已。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凤凰音乐节的票难一票难求,但是如果有机会去现场一定不要错过,届时不仅有超级强大的阵容,还有和一群朋友一起聚会,欢唱的机会。 还有,别忘了青岛的美食和美景,也定会为你留下美好的回忆。 国家队唱将,大魔王周深究竟有多火,路人永远都想象不到,在真人秀节目奔跑吧最后一期收官路透中,全员来到了泰国曼谷,每等节目组开启录制模式。 关于周深的路透内容就提前掉组了观众们的胃口,在没有任何宣传和安排的情况之下,曼谷当地多辆电三轮都贴上了周深的个人海报,更有粉丝爆料,很多街头的大屏幕上,都在循环播放周深在节目中的高光明场面如果没记错的话,上一个在泰国出圈的艺人是实力派男演员张颂文。 扫黑剧狂飙播出后,很多泰国人都跟我们一样,彻底沉浸在了欢乐的追剧氛围当中,每辆第三轮都在刷狂飙一是为了追剧,二是为了吸引国内游客,这次周深到曼谷录制节目也是一样,一时间成为了整个泰国都在关注的焦点。 直到现身泰国机场后,让全世界的歌迷都感受到了泰国粉丝的热情,可能就连周深都没有想到,自己会在泰国的人气如此之高,隔着屏幕都能听到米子们在喊周深的名字,尖叫声不绝于耳,只见周深毫无偶像包袱,一边跟歌迷打招呼,一边鞠躬。 与歌迷之间永远都是双向奔赴众多现场照中,有一照令人印象特别深刻,不仅摆出了周深为家乡贵阳拍摄的宣传照,还标注了这个时代,不可以没有周深11个花子,简单一句话,说出了很多真爱粉的心声。 不过这并不是周深第一次火出国门,早在春节期间,周深为北京野蛮无精灵闲主演的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,二线唱的定义主题曲人士,口碑就已经刷爆北美,算起来这是周深第二次为国争光。 之所以这样说,并非捧杀,周深凭借一己之力,让更多外国人喜欢上了华语音乐,并且还让国内的真人秀有了更多的可能性。 除了综艺节目外,万众期待的青岛凤凰音乐节即将拉开序幕,为了调阻观众们的胃口,官方不止一次发文介绍,生怕网友不知道会在6月23号隆重开场。 之前在芒果台的殷宗节目时光音乐会二和浙江台的《天字的声音》三主唱梁蒙就跟周深贡献了不少爆笑名场面,神仙改编的蒜泥很至今都被两家歌迷津津津乐道,所以这次共同加盟倾倒凤凰音乐节,看似偶然,实则必然。 得知这一消息后,很多歌迷都希望周深可以跟二手玫瑰同框现场,众所周知,二手玫瑰的音乐风格向来都很另类,就连梁龙本人都多次表示没点毛病,谁听二手玫瑰? 毫不夸张地说,整个华语乐坛,只有大魔王周是能驾驭得了他们的风格,真正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。 不出所料的话,二人应该会同时出现在舞台上,即便不合作,也会来一波高能互动,值得一提的是之前在上海魔都音乐节,周深为了满足台下的歌迷,活生生将50分钟的表演时长,延长到了100分钟,一口气连唱数十首歌,换作其他艺人,演唱完就直接下台了,压根就不会考虑歌迷们的感受。 可周深时刻都在关心着自家歌迷,尽管距离魔都音乐节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,但仍有不少网友围绕周深当晚的表演展开讨论,每次都能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 至于当晚周深将要演唱的歌单,也提前曝光了出来,与上次一样,会演唱十一首金曲,而且全都是歌迷最想听的曲目,分别有新海城动漫电影《灵牙之旅》中文主题曲《Rubia Heart of Peace》 《Rubia Heart of Peace》触不可及时结望化身孤岛的惊弱梦璀璨冒险人人士大鱼。 乍一看,跟魔都音乐节的曲目,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,但周深的舞台表演,每次看都有不一样的震撼。 当然了,这只是官宣歌单而言,以周深重逢的程度来看,演出当晚不止这十一首曲目,只要台下的歌迷喊安可周深就会尽可能地满足歌迷们的心愿。 尽管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,但很多歌迷都等不及了,又是一场小型演唱会,到时候势必会成2023青岛凤凰音乐节在万众期待中回归。 以超强阵容和官员体验再次刷新国内音乐节市场头补标甘心高度,本届音乐节由青岛黄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,青岛凤凰之声大剧院有限公司主办,将全方位的满足观众的情感触打点,打造音乐文旅新消费理念。 豪华阵容强势集结打造超然狂欢盛宴,期待数万乐迷一同高喊欢聚西海岸,老看新时代,这必将是一场不复热爱,山海共鸣的夏日音乐狂欢盛宴。 极致是听三重震撼传统与潮流交织碰撞,2023青岛凤凰音乐节将在延续此前三大舞台的基础上,进一步增强歌迷体验感。 除了音乐表演,本届音乐节还将注重官员体验的提升,在地标建筑凤凰之声大剧院与金沙滩交相辉映的景致中,设置凤凰舞台皇族舞台夏日舞台三大舞台。 凤凰舞台位于凤凰展翅地标,凤凰大剧院音乐广场,首个跨度超过110米的大型户外音乐节表演舞台。 16米的延伸舞台,业内顶级制作团队亲情打造,呈现充满惊喜感的阵容和表演。 皇族舞台设置于金沙滩之上,才在绵软舒适的沙滩欣赏音乐,拥有更具沉浸式的体验。 夏日舞台聚焦在新生代新锐音乐人和乐队,别具一格的宝藏作品轮番上演。 本届音乐节充分倾听观众的反馈和建议,针对阵容、音响、周边服务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,致力于让观众听得舒服听得开心。 除了丰富多彩的演出阵容和出色的演出质量,2023青岛凤凰音乐节还有更多的升级、舞美升级,为观众呈现更加震撼的视觉效果, VIP权益升级,让观众能够更好地享受音乐节的魅力同时惊喜不断。 演出复苏家文旅热潮为热爱奔赴而来,为一场音乐节,奔赴已做成,在享受音乐狂欢的同时收获独特的休闲旅行时光, 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游客的选择,更带动起游客的二次游、三次游、6月22日、23日端午假期,一起来感受西海岸新区四大名片的无限魅力。 世界级电影工业基地影视之都与你一起流浪地球,为艺术发声的音乐之岛与你相约倾倒凤凰音乐节。 惠翠国际、时尚啤酒美食的啤酒之城与你一起喝啤酒、吃嘎啦,还有迅速崛起的会展之宾,都足以让全国乐迷们眼前一亮。 2023青岛凤凰音乐节目前已全部准备就绪,凤凰有你,只等你来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敬请关注哦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